今天要來教大家做生乳酪可可球 準備的材料有奶油乳酪 可可脂 一定要是可可脂喔 再來是羅漢古糖 這個糖不會生糖 然後葡萄乾 有做生酮飲食或低糖的這個不要加 然後核桃 如果有其他堅果也可以取代 可可粉 要無糖的喔 不吃可可粉的人可以用杏仁粉 好 就這些材料 步驟很簡單 大家可以把這個奶油乳酪給切小塊 切小塊應該會比較好 這個糖是不會生糖的天然代糖 然後一樣把這個糖都攪拌均勻喔 因為糖不會溶解在可可裡頭 所以我們要藉由奶油乳酪 然後把糖都攪拌均勻 可可子切小塊融得更換 儘量控制在50度以下 待會我們要把可可脂倒到奶油乳酪 剛剛有稍微一點點 邊炒邊炒 煮水 煮 Boss 煮 好,我們現在打成這樣的紅爪液 就是滾桃抽成油 滾桃汁跟海維果 好,那我們現在要先讓它進冰箱 稍微讓它有一點點濾度 讓它稍微有一點硬化的感覺 進冰箱囉,像這樣子 在10分鐘會有一點濃稠的感覺 沒有像剛剛那麼稀 那現在我們可以加入堅果跟土桃乾 稍微把它拌均勻 然後要再回到冰箱再動大約20分鐘 讓它有一點冰好了 差不多是這個硬度 這個硬度我們來試試看能不能成形 如果不能成形要再冰在冰箱 我們就可以開始用冰淇淋湯匙 然後它還沒有圓圓的沒關係 待會它有點硬我們再去塑形 冰箱大概是10分鐘 然後最後再來塑形 你看它就有點成形了 那我們現在最後的步驟要幫它 生乳酪球放進來 然後讓它塑形 然後捏成球狀 然後把雞蛋粉粘在外面 然後把雞蛋粉粘在外面 跟乳酪可可求做好囉 然後白色的是杏仁粉 咖啡色的是銀糖巧克力 好吃又簡單 大家鬥手試試看吧 有時候趕快去塑形 我們來試試看 你試試看 要看它 真正的 你試試看 我看到雞蛋粉粘是